先和你談談油價方面 見到昨天美股方面 安心美股都破頂 是強勢的一個重磅美股方面 而今天回到本港方面 見到海油今早早已破位 歷史高位是14.28 而中石油亦都破頂 油價至今都可以延續到強勢 當然跟國際油價有關 如果單看油價第三季的話 其實至今紐油和暴油都升兩成六和兩成八 其實國際油價見到一支至八月底 就開始飆上去 當然有內地或者美國方面 都有一個因素可以離開 先談談中國方面 國家統計局今早公佈的工業增加值 增速都回升 石油和田氣開採業的增速 由4.2%加快到7.2% 原油需求都明顯增加 你猜到接下來第三季 是不是都可以支持到 三孔油繼續延續強勢 因為今年至今都升了很多 三孔油如果從產量來說 我相信都是會有一個攀升的過程 因為今年到現在為止 我們見到沙特或者俄羅斯 都是一個很大幅度的減產 但你見到實際上 環球對石油的需求仍然存在 所以無論沙特或者俄羅斯減產的部分 其實中國的油公司 或者其他地方的油公司 其實盡量在加產 去填補市場需求的空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相信如果沙特或者俄羅斯 保持減產的部分 同一時間油價也維持著 一個相對高水平的話 可能對於其他油公司來說 在第三季或者第四季度 有機會加上產能 去掌握現在這麼高油價 其實是這個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 你有賣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大賺的環境 至於美國因素方面 就說戰略石油儲備 看到美國能源部的數據 直至上個星期 真是9月8日後的星期 戰略石油儲備 雖然是自7月40年低位 慢慢回升 去到最新3.5億 但仍然和40年低位都很接近 看到拜登去年就開始 大量釋放戰略石油儲備 去到對抗的通脹 接下來就是白宮那邊 你預計是否都會 調轉去增加這些戰略石油儲備 我想就算他不補充戰略石油儲備 其實進一步釋放石油儲備的空間 其實都是有限的 因為你看到其實從80年代初期開始 其實戰略石油儲備 其實同時都看到的 其實逐步攀升 其實整個90年代 去到2020年 這30年間 其實都是相對保持一個穩定的狀態 直到就是去年年尾 其實美國為了平衡油價 唯有釋出這個戰略石油儲備 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去到倒逼 其實沙特或者俄羅斯的研究 其實會增產 但在這個博弈的情況下 似乎沙特或者俄羅斯 都不願意去到增產 現在它的戰略石油儲備低到這個情況的話 其實它進一步可以再釋出的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就變成對於美國來說 它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可以平衡油價的手段 但是也很快去追問一下 你覺得國際油價的上升空間還有多少 國際油價我認為上升空間仍然是存在的 因為第一個供應是受限的 然後你看美國的經濟來說 仍然是比較強勁的 尤其是最近出的數據 PVI其實都是這個情況 所以需求仍然持續 甚至是有所增加 對於中國來說 雖然實際的消耗或需求不是太多 你看中國的供應生產情況就知道 但是中國有一個比較大的儲有的需求 你看到在近幾年 其實中國是一個大量石油入口的情況 入口之後可能是作為一個戰略石油儲備 作為儲存 所以就變成環球的需求仍然持續著高企 而供應是暫時沒有辦法解決缺口的情況下 我想油價又進一步上升的動力 對阿twouten 你當然要對阿倫 我同致這邊 學院同時 它兼顧應打 Pig 感谢观看